星期 星期 一浪星期 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良开始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猎王记下》的第十五章 跟第十六章 在这第十五章十六章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领受跟感受呢 那我自己看了以后 我挑了一个是在第十六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十六年 不像他祖大卫行 耶和华他眼看为 他神眼中看为正的是 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又照着耶和华 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 可正的是使他的儿子惊火 我想在这里 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不论在《独猎王记》上下 他强调很多 就是我们这个登基的王 他有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我觉得 你看这个雅哈斯他得到的评价 几乎全部都是不好的 几乎都是不好的 但是呢 有先知这样是说 有圣经学者这样说 他说虽然他的一些先祖 有一些失败 但是他们却是有一些称赞 可是这里呢 在讲到雅哈斯呢 几乎都没有称赞 这样子 那 我自己是在想到说 我们真的 求主帮助你我 我们真的有没有常常 有把好的榜样 学起来 我们常常会在意很多不好的榜样 我们一直在看不好的榜样 可是会不会也在我们的眼中 我们有好的榜样呢 求主帮助你我 我们真的是学习 一直在学习这好的榜样 好的榜样 这个金火 他在这边使儿子金火 这边讲到金火是一个 他们在一个当时的一个不好的习俗 好像把儿女献给外邦人 外邦神为祭 我真的求主来帮助你我 我们 我们现在 有没有真的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认真的学习 好好的学习 好 更多的明白 以至于我们的儿女 因着我们 他们不会走偏了 不会走不一样了 同样的 我们不只儿女 我们的小家的成员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们 求主来帮助你我 好 我们也愿真的神 在这个季节 在这个岁末年中 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 我们跟神立约 主真的让我好好的 能够行 你所喜悦的事 你眼中看为正的事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谈到你觉得你想要给你的儿女 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榜样 也欢迎你在下面想想 可以留言给我们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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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